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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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向日军杀了过去 他手持大刀刚冲出不远 左前方上来一个绑大摇圆的鬼子 他见臣服胜隔头不高 手中没有枪 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猛的一个突刺 臣服胜一闪 刺刀从胸口掠过 他顺手握住发烫的枪管 抬起左胳膊 把鬼子的枪夹在腋下 日冰剑事不妙 肯定向后抽枪 说识迟 那是快 臣服胜右手抡起手中的大刀 手起刀落 斜披在鬼子的脖子上 这个日冰密集见了眼光 刀快不怕脖子硬 战士们见短 杀敌的尽头更足了 很快就消灭了残敌 结果 这次战斗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结束 十团全肩守敌 打死日军五十多人 打伤三十人 俘虏日军和北军一百多人 缴获了六兵炮六门 机枪三挺 步枪 短枪二百多只 弹药二十余香 而十团仅牺牲四人 伤九人 战后 新四军军长陈毅称赞说 邀灵环英勇顽强 战斗作风好 抗日民主报 以十团建而英勇顽强 以蒙虎扑梁之势 消灭齐港之敌 伪标题 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齐港胜利的消息 于是 十团官兵认为 英刚钻称号的战旗 万无一失了 不料 四旅上报到两师时 被师长罗秉辉驳回来了 此战陈毅军长都表彰了 为何罗秉辉师长驳回四旅的请功呢 原来 西港战斗中有一个伪中不足 伪定远线县县长牛登峰 坚信四军攻进帷子后 吓得急忙跳入据点内的一口糖中 头顶水草 大气也不敢出 有战士问 牛登峰在哪里 牛登峰的小老婆哭着说 枪一响 这个没良心的就甩了我 自故逃命去了 战士信以为真 就没仔细搜索 当他们撤离后 牛登峰立即化妆潜逃 罗秉辉师长得之后 批评使团打扫战场不细 于是原本要授予他们的金刚钻称号 被他取消 没了 为此 全团上下都卯足了一口气 纷纷表示 一定要打一场翻身仗 非把这个荣誉称号 真回来不可 于是 在攻克起岗后 石团成胜发起对谢维子攻击 他们先派少数骨干混进敌据点 另一部兵力突然将据点包围 然后里应外合 攻入卸维子 全肩吐完一个中队 活捉吐完头目卸黑头 这次战斗又打得十分漂亮 一、兵团终于获得了师长罗秉辉的表彰 于是 二师正式授予十团金刚钻团称号 奖励金刚钻团旗帜一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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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自然��